好,在这段中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假设今天我做一张报表 去计算所有人的薪资总额 应付薪资,那因为这边有牵扯到代扣所得税 跟抚养人数有相关的资料 那这时候呢,假设我的抚养人数是无 是质的 我的代扣所得税呢,就会干嘛 计算起来会有问题 变成不是数值 然后影响到了减相的小器,影响到应付薪资 那我要怎么避免像现在这种情况呢 其实上来讲一次很简单,他加了一个函数叫做什么,N函数 N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把文字变成数字,你文字的部分就变成数字的什么,数字的0 所以呢,假设它无就是0嘛 所以我可以把这些无的部分干嘛 变成0啊,就可以算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在注意到,这是在哪一个,G2 所以我们在G2前面加一个什么,N 左右括号,把G2框起来 框号又Enter,你看 数字还是数字没有影响,可是呢,文字的部分他就干嘛 他就自动帮我转换成干嘛 数值了,变0了 所以他就会变成可以算了 相对的减相小器,应付薪资也变得可以算了 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所以 万一假如说你的资料将来会碰到这种情况 实际上 它是用中文标识 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代表是0的话 你就可以用什么N函数来做 而且这样子呢,你不用一个一个去找 也不用一个一个干嘛替代掉 很麻烦 很麻烦 好 好 好